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娱乐圈里也没有平白无故就被奉为女神的明星 粉丝们看到的可能只是她们身上的女神光环 却看不到背后她们为此付出的努力 从初到起 郭碧婷的黑长直发景象就深得宅男们的欢欣 也因此接到了不少广告代言 近日郭碧婷就一席红裙写圈三亚为其代言的喜护品牌展台助阵 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 也是让小编我羡慕不已哦 不过嘛要像头发这么好 得先向咱们女神学学着保养心得 听说一周要花上一两天呢 对我照顾抠发比照顾脸还用心多 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平均就不能觉得说洗头发吹头发 其实我觉得洗跟吹我这个是基本功 吹要多久 因为我其实洗完快嘛 我通常都觉得我想要在四十分钟把它完成 但是我大概会一两周会做一次护理 可是做那些护理的时候真的很耗时间 就是会做头皮护理跟头发护理 大概就会花掉我一两天的时间 因为坐在那边得要很细心的去给她做打理 所以说天下没有仇女人 只有懒女人想要变女神就得从小细节抓起 在这个看脸的时代只有变美了 男神才可能会离你更近一点哦 这部在女神郭碧婷的面前 明花有竹的郑凯也得使出十八般无意 才能在拍摄现场把咱们女神给逗乐呢 对啊她很爱开玩笑 她所有人她都拿来开玩笑 像我就很喜欢打哈欠 因为我本身鼻子过敏很厉害 所以就很很容易打哈欠嘛 就呼吸不掉空气 然后她就一直玩一个游戏 一直伸手指头要到嘴里 然后因为我跟她对手戏塞太多 一直站在旁边 所以我都防不胜防一直要被她 那会跟她对手戏的时候会经常笑成吗 因为你们都那么笑 会因为我们这版的黄飞鸿是比较好笑一点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